请搂着妻子的腰 回顾比尔盖茨的IG 去年情人节罕见放闪 放上背影合照 而文中申请写道 在这趟旅程中 我无法再求到更好的伴侣了 但现实恍若隔世 65岁的比尔盖茨 和56岁的梅琳达 决定分到扬镳 每日邮报报导 梅琳达向法院表示 两人出现无法挽回的破裂 其实企业巨头黎毅 不是新鲜事 亚马逊创办人 57岁的贝佐斯 前年也刚离婚 让外界不禁关注 熟龄离婚的现象 年过半百才决定要离婚 针对这样的现象 近年是出现了不少的名词 熟龄离婚 熟年离婚 或Great Divorce 引法离婚 但确实这样的情形 越来越普遍了 我们从美国 包林格林大学 他们的婚姻研究中心的数据来看 1990到2015年 55到64岁的离婚率 多了一倍 甚至65岁以上 还翻了三倍之多 总体来看 每四对离婚夫妇当中 就有一对是引法夫妻 回头来看看台湾 去年离婚 51,680对 已是亚洲之冠 35岁到39岁 突破1万对最多 那熟龄离婚有变多吗 根据主技术统计 50到65岁以上的男女 离婚对数 2018年 比起2007年 多了1.5倍 内政部的资料也显示 婚龄30年以上的离婚者占比 从2010年的4.09% 2019年提升到5.78 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人生下半场 选择回到自由之身 我称他叫做空巢离婚 也就是小孩 已经大学毕业了 自己出去工作 那夫妻俩就在空巢里面 那大眼邓小眼 过去的共同目标是说 把财富赚好 把孩子栽培好 但现在什么都有了 那个人的幸福在哪里 然后现在人又活得久 他想到说我还三四十年 要跟一个这样不能沟通的人在一起 我会有幸福吗 现代人寿命拉长 加上婚姻观念改变 离婚变得普遍 当孩子长大 双方经济有余裕 就未必想再容忍对方 因为事实上很多的家庭 可能在还没达到熟宁这个阶段 夫妻之间就有些问题了 可是那时候因为小孩子还小 那可能需要维持这样一个家庭 给小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那另外一方面 因为那时候大家彼此都有在工作 夫妻之间相处不愉快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会被隐藏起来 未必是熟龄才想离婚 而是拖到熟龄才离婚 那离婚必经的财产分配 往往也是更头大的问题 很多过往大家的想法都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是离婚 是不是丈夫太太两个妻子的财产 加起来除以二就结束了 其实不是 在台湾如果没有特别约定 大多数法定财产制 只平均分配婚后财产差额 假设丈夫婚后财产200万 妻子300万 差额是100万 丈夫就可以向妻子 请求分配50万元 但要注意 孝琪只有两年 而且证据不计入分配的范围 今天老公结婚以后 他赚了一笔钱 太太就跟先生讲说 哎呀老公我们来买一间房子吧 那这个房子呢 就登记在我太太名下 我比较有保障啊 但在法律上面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会认为说 这是先生赚的钱 也就是婚后的所得 可是将这个所得赠予给了太太 所以这一笔这个房子的部分 就变成太太的财产了 所以离婚的时候 这个太太财产 是完全不用拿出来分配哦 百年修得同船度 但越来越多夫妻 半百就想要跳船 怎么跳得优雅 不会泼得一身诗 考验双方的分手EQ TVB新闻 庄系员李鼎丽 台北部的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